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B2C行业更注重新义 性价比 也注重品牌 但是没有B端那么重视 很多消费者也是冲动消费 正是由于B端和C端用户的不同 推广方式也有挺大差别 那么外贸B2B网站如何做海外推广呢 国外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结果 其中这里面 Machine Learning Big Data对于小企业 大家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能够用到肯定最好 我目前接手的网站就是B端网站 这是我做外贸B2B网站时总结的十种B2B海外推广方法 1.新闻稿PR推广2 内容营销3 搜索引擎营销推广4 优惠活动推广5.KOL 意见领袖红人推广6 社交媒体营销7 视频营销推广8 行业网站购买广告为9.1DM 电子邮件营销推广时 线下展会推广1 媒体 新闻稿PR推广在外贸推广里 我觉得搞定媒体是最难的 因为你很可能有预算 也不一定能上得了你想要发布的媒体 但是这个媒体和新闻稿发布效果又是非常好的 如果有大媒体给你一个报道 你可以在多处引用增加信任背书 我在外贸网站推广工具导航外贸营销推广资源大权博客里去看 里列了例如Primeswire Businesswire等大媒体分发巨头 可以让他们帮我们向全球发布新闻稿 也有WebWirate这些小PR新闻稿发布的地方 但是他们很多媒体也搞不定 例如 Cat Cringe 媒体分发渠道只是大众的媒体发布 假如你的产品是电子类 主要用户是工程师 你想到Engineering网站发布就发布不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只能像 从TikStator众筹运营中学习外贸运营推广方法和技巧 博客文章里看里面讲到的方式去寻找媒体 联系媒体 维护关系 积累媒体等操作 或者有认识的朋友介绍 看一下这个案例 Italic.com 不得不说他们PR的牛气 网站刚上线 就只有一个简单的主页 但是他们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就有大量报道 TechBruge.com FastCompany.com Logs.com等 前期好好规划媒体PR这一块肯定不会错 二 内容营销看到第一张图没 内容营销Can't End Marketing 依然是最多人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 国内内容营销还是做的很少 因为它见效慢 就像ICO一样 所以地位并不高 但是这种方式在国外人看来却是最看重的 Growth Tribe认为增长黑客T型技能里 认为最重要的两个技能之一就是内容营销 内容包含文章、故事、视频、音频、图片、报告等 它是不同于硬广的 它是给客户提供有价值内容的集合 很多人都知道直接卖产品很难 但如果给产品赋予一个含义 编写一个故事 增加一些包装等可能就会大卖 这就是内容营销的魅力 一、哪些内容类型最受用户欢迎 很明显 信息图和List类型最受欢迎 想到了前些时候运营研究社做了一个运营信息地图 大卖100多万 二、内容应该怎么做 A、成功标题的五大秘诀 一、最多60个字符 谷歌会显示完整标题 二、使用数据 让转发量翻倍 三、激发受众的兴趣 比如事件、低点、三观情况等 四、使用形容词鼓励人们采取行动 五、运用夸张手法 使用最、主要、最佳等词汇 B、内容长度 对于SEO来说 文章内容越长超过2500字越好 务必在副标题和证文中都要用到关键词 但不要过度 四、鼓励用户采取行动D 让用户分享你的内容 三、如何分享自己的内容 在Facebook和其他社交网络上分享某内容 二、准备几条推文 谷歌将使用不同标题和不同关键词的推文编入索引 三、在您的电子邮件广告和RSS人中分享链接 适用于博客文章 四、如果您在您的内容中提及了意见领袖 请在社交网络中或通过电子邮件给他们发送链接 五、在相关资源上分享链接 三、搜索引擎营销推广 国外常用的搜索引擎 一般是Google、Link、Yahoo等 如果你是做俄罗斯市场 还有Yandex 一般人都是做Google推广 但其他搜索引擎做法基本一样 CL加PPC应该是每一个外贸网站 营销推广必备方法 但是都不简单 一般大一点的企业都是分开做 而且很多人同时做 小公司就是一个人做 ICO见效慢 但效果持久 免费 PPC见效快 但收费高 停止就没流量 ICO主要就是内容为王 外链为黄到现在依旧不变 四、优惠活动推广 这个应该是一个网站运营常态化工作 同时又是外贸营销推广非常有效的策略 优惠活动 没有人不喜欢 看一下这个案例 万贸独立站如何利用Giveaway活动推广引流 V2B、V2C通用 这个活动为我的刚建立的网站 持续的提供了很多流量 但是它需要其他推广方式的配合才能做得更好 用户拓心、用户激活、用户重复购买都可以使用这种营销方法 做营销活动之前 一定要做策划 5、KOL意见领袖红人推广之前看到中国某CEO说 KOL营销会干掉传统广告公司 很多广告公司都慌了 5、KOL意见领袖红人推广 6、KOL意见领袖红人推广